散户最头疼与高手最开心的事 当整体股市处于震荡整理的时期 各股的表现会越来越没有一致性 这会让散户感到非常的头疼 因为股票的表现显得难以捉摸 容易让他们陷入抓规走边的尴尬局面 买进股票后就不会动,不会涨 卖掉去就马上大涨,而感到困扰 然而,对于股市高手而言 这正是最令人振奋的时刻 这些高手善于理解趋势的变化 善用震荡整理的时机 他们能够顺应市场走势 透过精准的趋势判断 在任何时刻都能找到 四含进场和出场的良机 随时都有机会赚取获利 因此,对于股市高手而言 震荡整理期反而是发挥实力 整线夺到见解的最佳时机 让他们更有信心在市场的变动中积极操作 实现稳健的投资回报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索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 感谢观看